嗨 大家好 我是Cin 繼上部影片的刺蛇鎖鏈劍秒抓BUG教學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來教一下這把劍的飛天BUG教學 非常噁爛的一個東西 我先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喔 起飛 很噁爛對吧 我也覺得很噁爛 首先你要先有一個伊卡弱勢 然後再加上這把刺蛇鎖鏈劍 那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先打開這個模式 然後伊卡出去勾 好 就可以觸發了 那這個東西你只要撞到牆或者是踩到地板 或者是反正過一段時間它也會自動掉下來 還有一個小訣竅 像是你勾這邊嘛 那你飛這邊 你空白鍵放開 欸 等一下 沒用程 剛剛忘記講 你空白鍵是要壓著的 然後你放開之後它就會彈到你剛剛拉的那個地方 就是有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欸 反正懂得都懂啦 就是你往這邊拉嘛 然後你往這邊飛 放開 它就會往你剛剛拉的那邊去彈 多試個幾次給你們看一下 還是要再分解動作 應該不用吧 來 我再試一次啦 右鍵 OK 觸發之後 伊卡 然後GO 對吧 GO 礦白鍵都壓著喔 都是壓著的 就是都比較仿 你放開它就是彈走 彈回去你剛剛拉的那個地方 懂意思吧 假設我拉這邊 欸 今天我放開 欸 空中放開 它就會回彈 彈到這面牆 懂吧 好 那接下來我 我去那個野防實戰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野防測試一下 勾 欸 靠北 好像很容易卡到牆 畢竟撞到牆就沒了 好 大概像這樣 好 掉吧 對 前提是要障礙物不多 對 像這張圖就有這個 天花板 所以很容易就頂到頭 就比較沒料 但也沒辦法 那個 我自己刷也刷不太到那個伊卡洛斯 剛開了兩房刷不太到 所以就只好 欸 找一下野防有沒有 進那個回合數比較多的局 好 像這樣 空中飛人 空中飛人 我們可以選擇飛比較低一點 不要拉那麼高 這樣就可以飛得比較久一點 比較不容易撞到頭 唉唷 飄起來 飄起來 呃 掉吧 就不要勾太高 它就可以飄得比較低一點 也是挺白癡的 啊 好 開座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次 就是一個簡短的教學這樣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想玩的也可以趁早去玩 因為我覺得 應該之後就會休了啦 對 趁還有的時候趕快去玩 呵呵呵呵 了解 欸 嘿嘿 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